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一时间是今天我在户外没有人的公园啊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非常大 然后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x flying的6寸的这个穿越机啊 昨天晚上刚刚装好了这款机器 然后呢今天我就来户外测试一下看看6寸的机器飞起来 它的手感到底和我们的5寸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是一款x flying的6寸 整体呢是采用了一个蓝色的大硬件 看起来非常的帅气啊 下面呢还可以装载一个led灯 它自带一个led灯 然后呢我又另外给它加装了一个条形的led灯 整体呢这个颜值啊和我们之前的这个5寸 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就比如说前面的这个镜头的固定铝件 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呢下面它是采用了一个这种大字型的这种机架的结构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呢拿在手里面啊确实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 颜值非常的高 好 现在我们开始试飞一下 好的我们已经从眼睛里面看到了飞机的颜值 图像 24.7伏特的电压 好 现在我们开始起飞 哇 六寸的机器 哇 这个动力 太漂亮了 这里 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啊 动力非常的澎湃 哇 这个6寸比起我们5寸比起来 感觉它的这个灵敏度并没有降低太多啊 我之前也飞过我们的7寸 但是呢感觉7寸的这个手砍的延迟还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这个6寸我飞起来觉得和5寸一样机动性非常的高 哇 大家应该能够听到这个声音 太刺激了 我是使用的是6S这个电池 然后呢 使用的是AE2207的电机 并没有使用靠近28系列 使用了一个也是XFLYING加的R207比较便宜的这个电机 哇 一点都不洗脚哦 回来 大江眼镜这个高清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 哇 这个6寸飞起来感觉我也是第一次飞啊 这个手感和7寸比起来和5寸比起来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感觉这个动力比5寸更加强劲 但是呢 又不像7寸那样的手感有欠缺 7寸飞起来就感觉是像大江的机器一样 比较沉稳 但是呢 这个6寸 哇 大家通过这个声音就能够听得出来 这个6寸机器确实非常的猛啊 我也是瞎飞通 据说呢 6寸相比较5寸来说的话 它的动力更加强劲 然后呢 它的抗风性也是比5寸稍微的长一些 搭载一个GoPro的话 根本就不在话下 去那边 铁塔那里去看看 这边是一个工地 哇 回来了 感觉它的响应速度也比较快 我推油门的时候 响应速度非常快 哇 这里没操作好 差点炸击 我已经听到声音报警的声音了 我看看我大概飞了多久的时间 飞了3分钟 3分半 但是呢 我可能飞的比较暴力一些 其实如果你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平稳的飞行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来进行个远航航拍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如果没有 对7寸非常有强烈的需求的话 来个6寸做一个远航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现在速度放慢了之后 感觉的这个稳定性感觉的强 感觉就像大江的航拍机一样 大家能不能从这个画面中看得出来 哇 这个画面非常的平稳 我现在在树梢上面 飞一把大江的 坑拍机的感觉出来 慢慢的下来 现在说是 21.3伏特 4分39秒 据说是我是用的是6s1550毫升的电池 但是呢这个电池我已经陪伴了我将近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没有换这块电池了 电池的性能也有所下降 现在已经开始报警了 我现在要返回 哇 非常平稳 好 现在准备回来 已经报警了20.3伏特的电压 这款6寸的X-FLYING 飞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 现在 到家降落 好的 刚才我已经飞完了 我的这款X-FLYING的6寸进行个首飞 刚才整个飞行体验还是非常刺激的 尤其是这么好的这个天气 就是一种享受 使用的是6s1550毫升电池 我飞的比较暴力 大概飞了5分钟左右 但是如果你要进行一个航拍的话 用一个大容量的电池 如果是达到6s1800毫安时 我觉得应该轻轻松 能够胜任超过8分钟的这样一个续航 刚才我用的是这个AE2207 1960KV的这个电机 飞起来飞完之后呢 刚才摸了一下整体的这个温度 算是比较温热 没有那种非常热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电机搭配6寸机器飞起来 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整体的这个手感 比7寸来说更加的灵活一些 然后呢 比5寸来说更加的猛烈一些 这个手感 确实比较OK啊 我可能会后期将这款6寸 当做一个远航 或者是一个旅游在很远的这种场景下面 用来一个飞行的这样一个主力机 我觉得6寸的话比5寸更加的有保障一些 尤其是搭载这个GPS之后呢 这里有个GPS 我目前没有装啊 如果搭载一个GPS之后 当做7寸的缩小版进行个远航 我觉得是完全OK 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或者是你搭载一个GoPro 当做一个5寸的升级版 提升它这个续航 我觉得也是OK的 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比较OK的 好 本期的这个试飞啊 就到此结束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可以将你对XFLY 6寸 这款机器的像一个印象 打在公屏上 或者是和不一进行个留言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右下角点点小星星 关注不一实验室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